其实除了说那个什么 劳退薪质之外 其实还有蛮多 你可以看到资料如果抓下来 假如说你只是想要出钱 大家了解一下整个那个历年来的收益率高低的话 其实你利用苏诺分析表跟苏诺分析图 你会发现就可以马上可以看出那个历年来的收益状况 那可以看到好像在2020年的8月份好像历年来很最低的跌到居股底 负的 然后一下就往上爬 所以你会发现画个图之后 其实可以马上知道说历年来的收益率高低 然后另外的话还可以了解比如说这边有个例子 年度的国民主要的经济指标 OK那如果你想要知道这个国内的经济指标的高低的话 包含就是说经济成长率 还有那个GDP 除息率等等的 这个地方的话其实网络上有提供 你可以把它抓下来 还有像什么保险申诉案件等等的 还有什么人力资源 概况这边其实都可以快速的把它下载 存成CSV之后再丢给Excel 做后续的处理 应该是算最简便的啦 两者可以搭配 那为什么一定要存成CSV呢? 我前面讲过 其实Excel就直接 可以把那个 这个CSV的档案 给直接开启 所以相对的是比较可以无缝的接轨 当然有同学问说那是不是可以直接存成Excel档 也是可以 只是说你可能还要再另外引用一个套件叫Pandas 一般就用那个Pandas就是熊猫 然后这个熊猫套件里面的话 它就可以直接帮你转 另存成Excel的格式 只是说呢这个当然我们要另外再引用 input一个Pandas 我是觉得相对程式会比较复杂 而且 就是说呢 我们现在这样用 其实倒也没有说太太过复杂 我觉得这样子一个模式 你们可以 也许可以尽量的去把它套用 做熟了之后 那之后如果说想要 再延伸到那个 其他的那个Pandas 也好 或者是画图的话 ManLab 也 也可以啦 OK 那只是说后续的进阶爬虫 可能还是需要一点时间 我建议你们可以先把 我们这一期的课程 你先把它练熟 那你后面如果说还要再想要学 稍微进阶一点的部分的爬虫的话 我觉得你会比较跟得上 不然的话呢 前面东西假设你没有基础 后面如果 要直接接的话 恐怕会是一个蛮大的问题 OK 另外当然 我最近有开就是 一个那个 铲头的课程 在知强工业界 就是讲的就是我们这个课程的 再进阶 等于后面是直接讲 就我刚刚跟各位提到的有关那个就是爬虫的 这个进阶的部分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再关注一下 再来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那个 因为今天的话 因为最后一次上课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 是在那个网页的资料截取部分 所以待会请各位 开启那个 云端白板的第6个单元 6知识的这个单元 当然 除了说呢 我们可以爬csb或json的格式之外 当然也可以爬取什么 爬取网页资料 不过网页资料有一个比较麻烦的地方 什么什么地方 比如说我们后面 会 举一下例子 当然我不会直接让大家直接去抓那个 就是网页资料 因为网页资料 那你们可以先 到0604的第4页这边有一个连结 就是那个 证照的那个TQC Plus的官网 把它点击进来 首先的话呢 我们待会其实可以练习什么 比如说我想要抓取 这个网页里面呢 它的那个什么 证照的 这个应该是它的类型吧 然后里面的证照的名称 它有 中文名称 跟英文名称 那以前的话呢 如果要抓这个资料 你恐怕什么 先把它 选取 然后Ctrl C 然后Ctrl V 然后再做 处理 那如果这个资料量 非常大 或者是说它的页面 非常多的话 哇那你 每天都要来一次 恐怕非常麻烦 所以呢 我们其实主要是希望说什么 我们不需要做那个 图法链钢的事情 我们其实要抓网页上的资料 都必须 就是可以利用Python 帮我把资料 爬下来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爬 这个网页上的资料 首先的话 有几件事情 可能 大家要知道 第一个 你如果在网页上按滑鼠右键的话 有一个 解释 网页原始码 的功能 那这个原始码 到底做什么 其实你会发现 你现在看到的画面 背后其实是 怎么 构成这个画面 主要是 透过这个网页原始码 那原始码 是给浏览器看的 它看到之后 它帮你解析成 你给你看到的结果 所以其实这个是里面实际上 的一个 程式码的状态 那你会发现 光这个网页 里面的程式码 总共就已经有1736行 这么多 所以如果假设 你要 抓里面的资料 可能要注意几件事情 第一个 我们当然不需要说 你从头到尾去看 说你的那个 你要的资料 比如说这个资料到底放哪里 如果你要这样看的话 哇你真的是很累啊 当然可以慢慢找啦 好像在 这边有认证内容 这边好像有 已经慢慢有看到了 但是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有几件事 你可能第一个原始码 第二个的话 到底原始码里面 它这个结构是怎么样 你会发现 这里面 大概会有两个比较特别 一定要知道的 第一个就是这个标签 一定小于开头 然后后面会有一个 这个他的标签 就Tag的名称 OK 然后后面一定会有个大于符号 那这个就是 一个标签符号的开始跟结束 那这个东西的话呢 其实在那个 我们 网页里面 他这个就是html 的语言 html OK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里面有个什么class class是他的类别 所以这里面的话呢 要决定他的 样式啦 他长什么样子 外观什么 那这边背后是 CSS 所以呢要决定这个网页里面 主要就由这两个 所决定 这个是第1个 这是第2个 所以哦 如果假设以后 你要Path 网页资料的话 最好你能够 充分的了解 什么叫html 跟css 然后你再来 爬取资料的话 相对 比较没问题 因为我发现很多同学 其实都知道为什么 但是就是对那个 那个什么网页上面的原始码 其实 并不是那么了解 如果你相对 如果你对这个网页结构是很清楚的话 那当然 你在做爬虫 会比别人更轻松 另外 当然还可以进去 你会发现这边底下 这个script 这个底下 你会发现有个function 这个呢 这个里面还有层 所以其实理论上还有第3个 就是什么 JavaScript 简称JS 也就是说网页里面 其实基本上就是这3个 所构成的 所以如果你能够对于这些东西熟悉的话 相对对于你将来Path 资料 有一定的帮助 所以呢 我这边前面的部分 有一些铺层 首先的话呢 当然如果你想要了解 什么叫做 这个HTML的话 我在那个 我 0604里面 的第1页这边就 有几个连结 当然你要不就是买书 如果你不想买书的话 这边就 什么叫HTML 的一些电子书 我觉得这个连结 写的还不错 也许各位 有空的话 如果你对那个 HTML 或CSS 不了解的话 建议可以稍微看一下 里面 因为我们时间没那么多 所以我就不细讲 请各位最好花一点时间 把这个稍微看一下 如果你想要完全 了解 爬虫的话 这个是绝对必要的 其实他 我觉得这个写的蛮简单的 这个是 什么Tag Tag的一个 等于是头啦 就open 他有个opening的Tag 结束在这里 一定是斜线 有没有 所以P的话是段落 那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 他属性 这个就 CSS里面是开的类别 将来其实我们都是透过 这一个 标签跟他的属性 去抓取里面的资料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概念的话 那相对 在做爬虫上面 相对也比较没问题 OK 所以第1个 我觉得这个点击还蛮不错 第2个的话就是 有个W3Square 那这个是简体 简体的 这应该是简体的 这个网站 那里面的话基本上 他也很多教程 其实就是 一些免费的课程 HTML 最新到HTML5的版本 那另外还有CSS CS3 甚至还有JavaScript 不过如果你假设 你只是想要大致了解 也许你就稍微瞄一下 或者是说你可以在找一些坊间的书籍 那当然网页上的技术 那还很多啦 不过我是觉得 如果你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的话 那没关系你就挑重点看 这第1个 就是 如果你要爬取网页上的资料的话 那第2个的话呢 那我们在那个程式里面 除了Request的这个套件之外 我们还需要另外一个套件 叫做 BeautifulSupp 4的这个套件 那这个套件主要做什么用 其实道理很简单 就是呢 如果我要去抓取什么 哪一个 什么 哪一个标签里面的什么资料的话 那其实呢 主要可以透过这个BeautifulSupp 你只要告诉他几个讯息就可以 第1个 他的 什么 他的标签是什么 如果他一定有标签 那不见得会有这个属性 不见得会有这个class 如果他有标签 然后也有class的话 那你这两个讯息告诉 这个BeautifulSupp 他就会帮你把你需要的那个网页里面的资料 给抓回来 就这样简单 所以BeautifulSupp 所以BeautifulSupp能做什么 其实就帮你抓什么 抓HTML的标签 和 CSS里面类别里面的那个 这个你要的这个资料 比如说呢 假设取这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好了 那你要怎么知道 这个 这个东西 比如说这个类别 他的那个什么呢 他的标签是什么 他的 类别是什么 教各位一个简单的方法 其实如果你将来要看网页 你当然不需要傻傻的按右键 检视原始码 你只需要 但是我建议你可以用另外工具 就是 不用检视原始码 你用检查 那检查的话呢 他就会告诉你说 比如说我要抓的资料是这个 这个资料呢 在这个网页里面 他的位置在哪里 但是他还是会跳那个 原始码 只是会直接跳到原始码 最关键的地方 那你只要 找到那个关键的地方 再把 你找到那个 Tag 跟那个 Class 丢给 那个Beautiful Super 他去帮你 去解析的话 就可以得到你要的 这个东西 所以你可以选取他按右键 然后会出现检查 这个时候的话 你可以看到 你的什么呢 你的右边 他就会直接帮你把原始码 打开 那其实主要 他不是叫你看全部 他是要看你看哪里呢 看他mark住的地方 这个mark 会对应到这个mark 那一样是什么 建筑设计领域 然后他告诉你几个讯息 其实最关键的地方 第一个 他的tag是什么 DIV 有没有 所以将来 你只要告诉他说 我要的是一个DIV OK DIV其实 那个标签就是一个 一个板块 等于是一个样板 这个样板里面的话 他的class class是什么 他的类别 所以你给他第2个讯息 他的class 他类别是这个 所以你给他这个讯息 这个是第1个 这是第2个 那他就会帮你把这个里面 只要所有 这个DIV跟这个 里面的这个资料呢 帮你把它 抓回来 OK大概就是这样而已 那至于 那个 程式码里面 有些你看不懂 其实暂时没有关系 其实没有要叫你全部看完 看完头都晕了 所以其实最重要 掌握 最重要的关键点就可以了 至于怎么做 待会呢 我们再来看 那首先的话 当然第1个 我们先 因为BeautifulSoup 已经帮各位装了 所以你不用再装了 装的方法一样 就是 PIP install 然后BeautifulSoup 这个装 那因为我们这个环境已经OK 所以你不用再装了 然后呢 接下来请各位 先练习第2页里面的范例1 那请各位 把 范例1 底下的这个程式码 先把它抓 先把它取得好了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的程式从这边 一直到 底下这个 把这个资料 先cdc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把它先开一个 空白的专案 把它贴上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绿色的 这个部分 其实是模拟 模拟什么 模拟网页 我们现在还没有去爬 所以我们这边 没有真的去爬去 我们主要是要练习BeautifulSoup 比如说我假设这边有一个网页 网页一定是html开头 html结束 然后它里面一定有head 头 然后title 然后head结束 然后body在这里 OK 那假如说啦 我需要抓取的资料是哪些呢 抓取这个 Hello1 Hello2 Hello3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抓 那基本上的话 抓的方法 有固定的 一定会利用什么 所以这个第一行一定是固定的 利用什么 BeautifulSoup 这个套件 它帮我 抓那个什么呢 所以我 需要把html 所以以后的话 我们可以配有request request实际上就是把网页的原司码抓下来 然后丢给它做什么html 这个 这个parser 就是它做解析啦 解析之后会带 回来一个 物件 一般叫sp 这个名称其实你可以取别的都没关系 那后面的话呢 如果你要做爬虫的话 其实 方法很多 但是其实最重要 我们画 就是把 复杂的把它弄简单一点好了 其实你只要掌握两个方法 大概90%以上的爬虫 网页的解析就足够 如果你要找的资料就一个 那你用fine 如果你要找的是很多个 那你用fine all 所以特别注意喔 那如果你只有 一个fine的话呢 它回来会是一个字串 但是如果你有很多个的话 你这个地方 fine all的话 它会是个串列 所以如果今天我假设 我们 把那个底下的 下面三行先把它注解掉 如果我今天要找什么 如果我要找那个 这个 hello world 如果我要找hello world1的话 第一个 那其实你就用fine 因为fine的话会找 里面的第一个 OK 那比如说我今天要找的方法 可以这样 s好了 找到东西放s 然后呢 sp 它就是一个beautiful script的 物件 它里面有一个方法 叫fine fine后面的话 跟它讲 几个特性 第一个呢 它的标签是什么 标签 就是这个p 所以你给p 那 当然了如果你逗点后面 假设它有class的话 那你就可以再加class 可是没有 没有没关系 那我就 找p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怎么样呢 找到之后的话 我就先把它放在s里面 那所以我要把它print print的话呢 将来 记得 它里面的文字的话 后面必须要再加一个点test 所以我把这个地方print 你会发现得到的结果会得到什么 得到是hello world1 因为呢 它只会去抓第1个 OK因为只有1个 那假如说我全部都要抓回来的话 记得你可以把这边改成 find all ok find all的话呢 就是指的是全部了 那全部的话呢 特别注意 那前面这个变数也许 我们就把它改成叫list 因为它回来的话 就会这个串列 因为它 放第1个 hello world1 豆点 hello world2 豆点hello world3 前后加中瓜糊 那我们如果要输出第1个的话 那就是什么 list 1里面的 0 它这个输出应该是hello world1 OK有没有 那如果要输出第2个的话 那就是list1嘛 这个应该hello world2嘛 那意思得一推啦 所以呢理论上 我只要跑个回圈 如果你不跑回圈的话 其实也可以啦 就是变成说你要把它print 所以这里的话 假如说我要全部抓的话 那你可以什么 这个地方我们就利用一个回圈 这个前面有讲过啦 我们就for i in range OK 或者for each也可以 for i in range 然后第几个 第0个 到它全部 那这个豆点 0豆点是可以取 把它拿掉没关系 然后它会得到 0.test 然后11.test 所以执行的话应该就hello world123了 OK 所以请各位呢 先 试试看好了 假设说我要抓一个的话 记得是用fine 然后抓全部的话是fine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